这是我第三天在巴黎岛这边 我看到大家都聚在这边 一定是有好吃的榴莲 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凉 找到宝藏的人 这里榴莲也太丰富了吧 这些全部是素手的 阿萨都 地理差不多是五块钱的明币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 那就开始挑榴莲咯 我行都很漂亮 挑榴莲第一招听声变味 第二招粉色变香 这里我有进行这里 看我的经验老不老到 老板娘开榴莲真优雅 咔咔两下子就好了 哇 这个味道很浓 这跟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甘榜 真的差不多 这么好还哪一只 OK 这里的人真的太热情了 真的薄薄的一层肉而已 都看到火了 点心的甘榜 好吃哦 这个就感觉好像有一层的奶油 包在那个果头那边 阿本地的榴莲品鉴罐都已开了 我第一粒是挑到成功的了 我觉得既然来到了 我不要开一粒了 再开到一粒 没听过 应该是这里的民种来的 感觉上是带甜的呗 味道嗅到它是像一零一的味道了 花香带有一点点的酸 有什么味道呢? 西加布鲁 最后决定开了这粒榴莲 这个如果给中国的朋友买到也是会被骂的 为什么? 你看那果和外露啊 榴莲不显小鲜肠的味再说 这个跟这个榴莲又不同了 这个是平时我们吃的榴莲 这一种榴莲啊 它的吃相对会比较细 比较长 然后它果和果肉这样子的 这是山榴莲的 看虽然很像 可是你吃下去啊 你就感觉味道很疯 那个拿我嗅到的时候 它味道是一种很香肥的 味道就像我们 你看照片的那种 色的那种红红黄花的那种山榴莲 谢谢谢谢 给了十万块 还找五万块回来 不离不离 拜拜